大家好,我是Dan 两年前出遇电影所问的真实人物 亲手不如的王八蛋 丘德森与他的妻子 因为租约到期被房东要求搬家 所以就在经济道安山附近 找了一个新家并且欠了租约 但是一开始不知道 江阳入住的人是丘德森的房东与邻居们 强烈的要求解除合约等 在线上线下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在韩国安山的一个住宅前面 一辆卡车挡住了住宅的入口 而二楼的通道也用烧红色的铁柱给挡了起来 这理由是因为 楚徒孙欠了这住宅二楼租约的消息传出去后 房东与邻居们为了不让楚徒孙搬进来 就设置了这铁门 因为楚徒孙现在住在家五天后合约就盗窃 房东要他离开 所以就在离三公里的这个住宅欠了租约 在这里非常特别的是 楚徒孙的妻子签合约的时候 一次性的支付了1000万的押金 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奇怪 在韩国租房签约的时候 一般都会先付定金 然后在没有任何问题 真的准备要搬进去的时候 才会付押金 但是楚徒孙的妻子却一次支付了1000万的押金 这理由可能是因为 楚徒孙的妻子在签租约的时候 将老公的职业部分写了上班租 然后在房东发现老公是楚徒孙之后 就要求了解除合约 但是楚徒孙与他的妻子却主张 不只是押金 还要加上违约金给我们2000万 才能解除合约 不都给我们1000万的话 就用法律来处理 据了解 楚徒孙的妻子在这个月初 有在别的地方签了租约付了定金 但是房东发现是楚徒孙后 就付了违约金解除了合约 因为反复发生自己的身份被曝光后 房东就会付违约金要求解除合约的事情 所以应该这次就是 没有定金 一次性付了押金 然后更大的问题是 这个新住处的30公尺距离 有一个幼儿园 而小学中学也是非常近 安山警方则表示 如果楚徒孙真的搬进来的话 就会加强巡逻以及监控监视的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我是住那里的住民 因为我的妻子也非常担心 所以房东跟邻居们一起凑钱设了铁门 房东也以为是上班族 所以欠了租约 结果却是楚徒孙 房东一直在向邻居们道歉 为什么要放了这种人出来 让平凡的人担心顾虑的生活呢 这妻子也真是个垃圾 所以才会一直等他到处遇吧 希望谁都不要收留他们 真的希望他这一生都能在痛苦中活下去 为了尊重人权 将最恶劣的犯罪者与市民们一起生活 这事已经很厌烦了 每次听到这种消息的时候 受害者就会想起当天的记忆 身心都会撕裂的 真的希望能停止 但是也有这样的留言 大家愤怒是可以理解的 但也不能这样啊 他都受到惩罚后出狱了 如果谁都不收留他们的话 是要让他们睡大街上吗 对于楚徒孙妻子的祖阅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根据韩国媒体报道 卡西奔成员几年将在明年3月当兵 而在那之前 会结束目前主演的电影拍摄 搜罗专机等行程 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件非常非常神奇的事情 喜牛主演的电影Christmas Kittles 将在12月7号上映 而12月7号是 我的生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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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